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部都叫海贼乌索普 然后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实在是太可爱了 一点战斗力没有还天天吹牛 什么我有八千个兄弟 然后对吧 跟海上非常大的鲸鱼作战 然后我觉得这个人实在是太扯淡了 我当时也是因为看了海贼王这部动画片 才知道哇原来日本动漫这么厉害 之前周围很多人去看 但是我几乎啊 除了说明镇探柯南高达高手什么 就什么动漫都没有看过 然后是海贼王真的是 当时是彻底颠覆了我的世界观 乌索普这个英雄在游戏当中 也是一个特别对线强啊 然后战斗力猛 然后包括后期也不错的一个英雄 因为首先说 他的这个英雄的出手速度特别好 所以说你看补刀啊点人特别方便 然后这个Q技能那个火流星 简直就是前期对线的神技啊 然后满 后期呢可以直接一个火流星 就把所有兵都清掉 而且在前期的时候呢 伤害也很高 这样的话你频繁释放 就是耗对面的血 是特别特别厉害的 而且施法距离超远 基本上就是你打到对面 但对面摸不到你 你说这个游戏对线是不是霸道异常啊 所以说就像这把一样 你看对面两个 当然这两个也是近战啊 本身对线就弱 也是被压的已经残血了 根本就没有办法再对 而且这时候你可以看到 刚才他又中了一个火流星 血已经非常的少了 我再看他准备回家 还是继续打 如果他现在继续打 我们清完对付追波兵 我们的兵到塔下 有小兵来给我扛塔 我越塔直接就可以杀掉这个家伙了 不过这个时候 shaber过来了 那这样的话 台下有两个人 我就不是非常好杀了 不过你看刚才平了一下 火流星 这两个人血这么残 是吧 完全是一种诱惑 不过现在 我现在完全不能杀 因为除了台下两个人 现在还有一个隐身的盗贼 一直在这里晃悠 这样的话呢 三打二 即使我能杀到人呢 我自己应该也会死 所以我先在这里放一个眼 看看盗贼还在不在好 盗贼还真的在 这个人好无聊啊 打MOBA游戏的时候呢 就最怕遇上这种啊 就是完全放弃自己的发展 和经验什么的 就是无限蹲你的这种对手啊 这种对手就特别恶心 其实他自己也不赚 你说他蹲你这么半天 就为了杀你个人头 他没有等级 没有钱 他真的赚嘛 不是很赚的 但是呢 有的时候就是 很多人就是爱干这种啊 损人不利己的事是吧 只要别人不开心 我就开心了 他总是有这种人 所以还是没有办法 不过刚才还好 因为说 在意识到有盗贼的时候 其实想跑 但是看到那个残血的勇武者过来 那就是点人家普攻 杀掉这个勇武者 这样的话呢 本来自己是可以跑掉的 当时如果是 先异己能晕住他们 然后一个闪现就跑了 可能是能够逃生的 但是反应慢了一点 被那个盗贼挂上了流血 这样的话 虽然我跑开的时候 还有一大截血 然后直接就流血流死了 这个有点惨 然后第一次复活回去以后呢 购买装备 嗯 我记得在上一次视频当中呢 推荐大家先出那个 嗯 累积魔法的那把魔法剑 但是后来发现呢 其实这个魔法剑 不如这个破甲的这个剑 会更好一点 因为前期如果你投入了 九百多块钱 到那个 到那个小蛋蛋上面的话呢 其实对你的攻击力提升的是零 对吧 虽然你可以多放几次魔法了 但是 你点人就不那么疼 然后这样的话 在前期的小功夫战斗中呢 你想拿人头呢 就不是很方便了 那个装备比较多节奏 但是如果你先出这个破甲剑就不一样了 你会发现你每一下普攻A人 然后技能A人特别痛 就更容易杀人了 这样的话呢 虽然你魔法少一点 但是你可能多回一两次加 但是续航差一点 但是你的这个战斗能力就大幅度提升了 玩这个游戏嘛 最重要的还是战斗能力提升 然后能够杀人 每次打团战呢 不管是小规模的 还是啊 七人团 对吧 你能打赢 这才是最关键的 所以说呢 还是推荐大家出这个 把自己的这个经济呢 都投入到这个加攻击力的这个装备上 这样的话呢 性价比较高 续航弄得特别好 半天不回家 那没有用啊 打不赢人 对吧 这也是最近才有的一个理解 之前觉得那个魔法 那个还挺好使的 其实也确实啊 不是一个很坏的选择了 然后你后期真的缺蓝的话 你中期再补一个 其实都问题不大 但是前期的话 就那么点钱 然后用来出这个加攻击力的 还是比较好一点 而且这把也可以看到 就是因为我前期出了 这些小的装备 我点人特别疼 经常是对线 不经意间就杀掉一个人 如果我出了那一件 对吧 出了加魔法的装备 那可能就没有这个效果了 还有啊 其实乌苏普这个英雄呢 在前期他并不是一个纯AD的英雄 他的输出还主要来源于 就是一个魔法的伤害 因为他的Q技能 再加上大招10秒钟 可以无限的放那个火流星 而这两个技能 加在一起的爆发伤害 再加上有一个E技能的伤害 其实这三个伤害 结在一起呢 是一套非常高的魔法伤害 所以说很多时候 你看到半血的人 就是QE 然后大招大招大招 这个人就死掉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兵又推到了 对面的塔下 这个时候 我跟葫芦娃两个人的技能 全部命中这个英雄者 他没什么血了 还不走 好我一个大招起手 然后接E技能 再接一个大招 瞬间秒掉了半血的这个英雄者 这就是乌索普在前期 一个魔法伤害的爆发 你会看到非常的猛 这个英雄本身是一个AD英雄 在后期出了AD装以后 平位的伤害很高的 但是啊 他这个英雄呢 跟其他的AD不一样的是呢 他在前期没有装备的时候 也拥有一个超高的爆发伤害 所以说这个英雄 在所有的AD里面 我觉得是非常好用的一个 尤其是他那个超远距离的大招 支援战场 K个人头 尤其有很多人啊 对吧 敌人啊 那个空雪跑走了 还非常的开心 觉得自己操作很飘逸 然后你一个大招终底 非常的帅气 而且在这场录像的后面呢 也是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有很多次对手都是空雪逃走 完全没有视野 但是我忙大的把这个人头收掉 有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镜头 到时候大家在后面的六分钟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话说呢 马上就到这个双十一了 我已经预感到了 那天晚上 一定是一个不平静的夜晚 一定是血雨腥风 从那个对吧 二十多岁的小姑娘 对吧 到十几岁的学生 再到四五十岁的老娘们 不知道该怎样疯狂的 是吧 是的 你没有听错 现在连四五十岁的大妈 都已经会淘宝了 而且还各种各样的买 真是让我大吃一惊 可见这个电子商务的发展 是多么的迅猛 就在几年前 对吧 那连普通人可能买的 都不那么多的 你看现在最近几年 是多么的疯狂 也直接导致了 对吧 什么什么很多服装店 这店那店的 全部啊 这个都倒闭呀 对吧 什么关店啊 什么的都转成网络销售 然后很多 当时什么长三角啊 然后什么常说 这些卖衣服的 当时那种家庭作坊 现在都一人开了一个淘宝店 是吧 因为他们发现 店里已经卖不动了 但是网上卖的却非常非常的好 因为我本身呢 就是正好机缘巧合之下 也是认识很多啊 就是家里做服装的这朋友 然后他们跟我讲的 现在基本上家家都在研究着 还怎么开个网店 怎么宣传一下这个店啊 都卖点几件衣服出去 是吧 你可见这个网络 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改变了多少 好刚才那个啊 有一个红雪还不走的家伙 是吧 被我一个异性加大招带走 然后没有魔法了 其实你看 如果刚才有魔法的话呢 继续释放大招 这个银武者呢 也是必死的 可是呢 是吧 这个大招的 对这个乌索普的蓝号来讲 简直是太高了 很难承受得起 不过呢 如果你出了很多蓝号 你会发现你的普攻呢 又威力又小了 所以说其实是一个矛盾的地方啊 好 一个Q技能 加一技普攻 带走这个本来早就该死的银武者 同时最后一个shaber也逃不掉 目前为止 已经杀了四个人啊 杀人如万 这就是乌索普前期 非常可怕的这个战斗能力 对啊 无论是自己单杀 还是配合队友啊 打小哥哥团队 那都是这样的犀利 尤其是呢 当他出好了 出到了装备以后呢 他的后期的这个输出 也非常的猛 所以说简直是一个 非常强大的英雄 乌索普的出装呢 前期呢 就是以加纯攻击力为主 因为乌索普前期 还是靠技能来打伤害的 所以说你要最大化的 提升你的技能伤害 那当然是加攻击力最好 对吧 加攻攻击速度的话呢 你的技能伤害并没有提升 前期的伤害 总量就不会高很多 所以说这是在一个思路 那最开始先出那个破甲的小剑 对吧 技能和普通攻击的伤害 都提高了很多 然后之后呢 我们会出那个 叫做碎牙的这个装备 也就是说呢 极大的提高一个 面板攻击和暴击的能力 之后呢 再补上三胜器 这样的一个装备 提升一些攻击速度 同时呢 撑一撑来 让你的英雄呢 在中期打完一波团以后呢 还有一些魔法 可以使小技能 同时呢 这个因为乌索普 他的四个技能 他使用的次数很多嘛 其实可以不断的触发 三胜器那个 加攻击力的那个效果的 所以说实际上 他出还是不错的 之后呢 可以再出 或加攻啊 对吧 再出一件加攻速度装备 都是可以的 基本上乌索普 这样出装的 就非常非常厉害 大家可以看到 在后期的几分钟里啊 杀人是有多么的轻松 买好了装备赶赴战场啊 自打装备提升了 就感觉整个人啊 都神清气爽 大面通常啊 非常的厉害 这个时候 我有一个残血 就是还在塔下浪 这时候你看 鹦鹉者不停的 在对他放那个Q技能 这就是想杀他的意思 但是他却毫不觉察 你说这个人啊 反应是有多此论 一会儿 大家就会见证他 他死亡的奇迹 这个时候 隐身的盗贼出现了 他马上就要死了 因为已经挂上 流血了应该 好 不过这个盗贼 他居然扛了他 两下塔 我觉得直接 一个Q技能到那个 对吧 那个火烈点 就直接干掉他了 好 而这时候鹰武者呢 为了杀我们这个 残血的这个小葫芦吧 是吧 居然也进塔了 他又攻击了一下 本来他血就不多 是吧 我什么都没有干啊 轻轻松松 受到两个人头 有的时候这个游戏 我就觉得啊 这个 是吧 我自己都不能懂 这些玩家了 不能懂我 残血队友不回家的 这种心态 也不能理解两个案 两个人就是为了 跃他 强下这个残血的 然后双双送人头 的这种心态 我都不能理解 但是这个游戏 就是这样 是吧 不理解 但是发生了 乌索普呢 一开始呢 会走边路 对吧 因为他这个英雄呢 主要还是要打前 走后期 AD的打法 所以说前期的 等级的要求 不是很高 他把中路呢 惊艳的让给 那个 法师队友 然后呢 一般来讲 这个英雄呢 会一直 踏踏实实的 捕刀对线 然后能捡人头 捡人头 一直到破掉 你所在的那一路上他 这个时候开始看情况 开始选择支援 对吧 就像现在 我觉得下路打的 很凶猛 是吧 我觉得这时候 过去支援的话呢 应该能捡到人头 尤其你看 这个时候对面的 那个黑炎 已经残血了 对不对 我的大招 他已经在我大招的范围内了 所以我决定 一个大招 把它收掉 大家快看 一个大招 第二个 好轻松收掉 你看这就是乌索普 一个非常强大的 那个支援能力 几个大招过去 对面就没有血了 然后这个时候 我直接大招把蓝放空了 因为我觉得我能杀到 不过他跑到 有点快 应该是就杀不到了 这个非常可惜 其实当时 我不应该再放 后几个那个大招的 我应该先走过去 看能不能打到他 如果能打到他 对吧 再放也来得及 因为十秒的 时间时间应该是够的 然后这个时候我没有蓝 但是我觉得 我可以打一下 这个蓝buff 这样的话 我就不用回家 可以继续兑现了 不过没有想到 这个 猥琐的违行男 居然又过来了 这个家伙也是葫芦 有的时候 真是很难想象 这个游戏的美工 居然是怎么想的 七兄弟是不是 全部是同样一个造型 只有拿的武器不一样 穿的衣服 只有颜色不一样 如此高深的美术设计 我也是罪了 而且是宿罪 好了 最后再为大家带上来 一段乌索普 是吧 精彩杀人的镜头 大家也是可以看看 后面几分钟 然后我就不解说了 送上一首 我朋友唱的一首歌 非常的好听 如果这首歌你不听的话 我告诉你 你人生的遗憾 真是太大了 好了 什么也不说 欣赏歌曲和最后的 一分多重的片段吧 哈哈哈哈 亲爱的观众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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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的媳妇 她走呀走的忙又忙啊 原来她要回苗家 身穿的刀红号 头戴一枝花 颜值我想跟她的脸上擦 飞了那只鸡 跑了那只鸭 吓坏了背后的痛快呀 依然一点儿胃 哎呀 我怎么去接我的猫